为了保障农民赖以为生的交通动线 县长徐珍卫在民政处长明良珍 建设副处长张志豪的陪同下 南下深入复理浊西山区实地县堪 并提出了相关的修缮建议 期盼尽快办理施作 要减少大家生活的不便 为了保障农民赖以为生的交通动线 提供便利完善的农作物运输通道 维护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县长徐珍卫在民政处长明良珍 建设副处长张志豪陪同下 南下深入复理浊西山区实地县堪市场 这个工程只是从这里修过来而已 这个也是往前推啊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过来就好了 我们复材啦 这个我们复材 然后这边做防撞管 防撞管那个我们到时候通这里 接续前往复理乡万宁村 还有卓西乡绣篮部落 现看往前水路台风灾的工程 由卓西乡公所设计规划 准备上标阶段 接续前往了轮田部落 视察对外联络道路农田 许多边沟 大排水沟 因淤泥落叶造成预击 县长请相关单位协助处理 汇花乡长在栽损去年的三个台风的时候 他有报栽损 那现在就是报的栽损是这两个 党土的户案再加这个 这个那个河底变桥 对河底变桥是这样的 所以他会先把户案做好 然后一并把桥做好 议会人员包括了 现议员金淑敏 中肃镇 詹金富 立法委员傅昆祈福 处主任潘俊玲 副理乡长江东成 卓西乡长田桂花 以及卓西乡代表会 主席李桂英等到场关心 期盼尽快办理失作 减少生活不便 安心居住 记者高松松卓西乡采访报道